今天是做给我的最爱的 美丽的 完美的宝贝 就是我女儿 超人 要教你怎么样煮螃蟹饼 有一天我在做一个节目 然后我就做了这道菜 那我做多了我拿回去 然后做给他吃 他说 哇爸爸非常好吃 什么来的 是不是海鲜 他很喜欢 那从那边开始呢 如果他心情不好 我就做给他吃 OK 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三只螃蟹 Crab一定要活的 所以我们把它蒸在丁水里面 就给他温了 我们英文叫Fain Unconscious 他就不能动了 我们就把它拿去蒸 其实这个面包呢 我们这个皮也是可以放进去的 切小丁 差不多两块了 然后我们就切青葱 这三只螃蟹把它蒸了 差不多15分钟 那现在这个螃蟹呢 已经熟了 我们就把这个螃蟹放在这个冰水里面 给它冷下来 我会比较容易扒它的肉出来 那现在我们就要把它扒了 OK 我的螃蟹肉我已经扒好了 哇我跟你讲扒螃蟹肉真的很辛苦 原来我跟你讲以后我要带你出来 扒螃蟹 你才知道多么辛苦 那螃蟹肉已经扒好了 那我们要把这个螃蟹肉呢 跟这个面包和那个青葱把它弄均匀 在一边呢 我们就要做一个调味料 插来插进去 那螃蟹肉呢 放在里面 插进去 这边呢可以做差不多八份蟹饼 这个cracker三包就够 我们就弄碎它 我们做一个调味料 这个mayonnaise 差不多四个汤匙 那mustard呢 是一个汤匙 一个cain pepper 如果你没有这个 你可以用这个paprika 还是辣椒粉 慢一点点 这样的分量呢 其实差不多是一个小汤匙 然后我们用这个tabesco 一个小汤匙 那现在我们把它弄均匀了 OK 我们就放一点胡椒粉 一点盐 需要汤吗 一点点就好 我们打一粒鸡蛋进去 把它搅先 现在我们全部倒进去 所以我们mix这个texture 它一定要好像一点湿湿这样 我们等一下呢 把这个螃蟹肉放在freezer 冷一下 因为它现在是很软 不能煎的 所以现在我们放在冰箱里面 我这个螃蟹饼 是从freezer拿出来的 那最好可以放差不多六个小时 那现在呢 它可以拿起来了 就蘸一下 flame flour or corn flour 也是可以的 就是这样 油烧了 可以下锅了 这个温度呢 差不多150到160度 好了 它已经浮上来了 它已经跟你讲说 啊我已经熟了 你可以把我拉起来了 现在我们可以排盘了 好了 完成了 If you don't know Ask me OK Ciao 这个全部不要了 这个全部不要了 那然后当然这些饺子呢 你按出来就可以了 你这样按 有肉的 在酒店呢 多数我们是这样了 好 那现在我要示范给你看这个冰色 怎么样去处理它呢 轻轻一下 因为它中间还有一只骨 所以我们这样拉它的肉出来 这边还有肉 那当然这个中间呢 还有肉的 一小粒啊